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平顶罪受罚 长平被他的真诚所动 二人常在宫中结伴游玩 一起种下连理树 慢慢产生微妙的感情 在连理树下 两人有个永世不能忘怀的浪漫一刻 一天 宫中起了巨变 长平视显听闻陈飞被刺死 接下来 周后一位诬告毒杀田贵妃出生皇子 其实 一切都是由田飞策划 周后被罚于长平 招人处攻 母女三人改名流落民间 世显自此失去长平消息 时世显已经加到中路 朱星及母亲朱良使身之为官之后 一直不让世显入仕途 世显进了助炮房担任主部致志 长平与世显重遇 两人生出了爱意 但世显与李建泰千金李玉玄早定回盟 盛青更是世显多年的深交 使他们陷入这无奈的四角关系 即后 皇太后查知当年 田飞出生皇子夭折真相 派人到民间重了周后三母女回宫 长平视显二人再度分离 周后三母女回宫后 长平出售重真的贴身太监王陈恩所针对 但陈恩最终意味着长平的真诚感动 招人阴见田飞在宫中世大 竟认为作梦 时重真赏识是显才华 赵入宫任教 长平视显宫中再度相逢 情愫见农 可是 此时诗生有别 两人只好发展地下情 按爹里护送情书 这时 重真要把长平许配与 手握重兵的汤宝伦 长平极力反对 视显心感失落 但长平对视显表白 心里只有他一人 使视显对长平的爱政坚定 长平感动了太后 肯让长平奉台选序 这样做 视为视显制造机会 正当长平视显以为障碍已破之际 奸臣又见识写送梁想上战场 田飞欲把视显置之死地 向重真提议要视显追击敌军 视显心知惊悔必死无疑 决定与长平解除婚约 但长平不肯放弃 派人三度送上婚书 总感动视显 长平到战地找不到视显 指示的那剑被炮火烧烂了的驸马袍 长平以为视显已死 哭得伤心欲绝 长平回宫指使巧遇视显 二人恍如格式 但是视显自觉已如同废人 难以配长平 刻意避见长平 使他欣伤不已 李自成攻陷京城 云云被自成所占 三位冲冠 一路未曾延引清兵入关 李自成当不到一个月皇帝 七成逃亡 顺之入京称帝 视为清 在扬州的维摩安 视显中遇见长平 虽然长平坚决不肯相认 最后却被视显真情所感动 二人历劫相逢 更珍惜对方 清朝廷为辅明星 四长平 视显结合 长平 视显被送返北京 顺之为了表示 自己对将城宽厚 为他们安排一个隆重的婚礼 长平 视显在花烛之夜 夫妇双双在寒章树下 养要眷果 顺之并不发僧 宁人将视显和长平的棺木 沉入江底 好让这对历劫人央长享安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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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求你,求你 求你,求你 求你 紅歌明平映 祝愛祝我 祝無情情景 祝福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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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有爱